美国大使馆声明 他们美国人的那个业务还造成办理 但是常规签证服务全部暂停 把一些朋友气得够呛 我们放开了,你认怂了 那怎么办 你这种放开,人家不认可 看到了吗,在这里 在网上重新选择日期,重新预约 那个日期,啥日期咱也搞不清楚 那个西浪留学啊什么的,这个都很气愤 让我们没办法去美国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从上海总领事馆 以计划提供的部分签证服务外 所有的常规签证服务暂停 由于中国各地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集中对业务造成影响 美国驻华大使馆 主要是指北京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只提供护照和紧急公民服务 这个紧急公民服务指的是美国人 美国驻武汉、沈阳、广州总领事馆 只提供紧急领事服务 直至另行通知 什么时候正常要等待另行通知 这里有个评论找A4指 问责A4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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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责A4指